欸 馬克 環球娛樂就不要開始咧 相連累積的戲劇作品 可是展現出了不一樣的纖納 在去年播出了偶像劇 《十群泥的那一天》中 女主角和弦 協和了環遊小腦微縮生的 等閃車張革命 一段奮不顧身的愛情 就是展開 啊 我還以為這個人死掉了 所以你以為我是生理的無形啊 小心 開眼束不完 第幾個絕望的天關 沒事吧 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第一時間當然就是謝謝導演 然後謝謝中心跟大川大力 因為是他們給我這個機會 可以讓我帶來你的演唱 面對這次入圍 台灣傳播媒體界的最高榮譽獎強 藍藍將表現出是非常鮮定 而有子心的態度 我只會覺得說 我們沒有在這整部戲 失去你的一天 對不起不起 他們上山下海 我們每一個環節都是扣的分析 不管是感情 或者是在我們情緒之外的上面 我覺得我們根本有都是情緒之間 就是在裡頭 說得太好對Nana將 Mark 依你回落 我們的男主角又是怎樣覺得吧 我這種遊戲就是沒有辦法 放在 人家裡頭 事業上 就像千娜剛剛講的 我覺得我們演這個戲 不會對不起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沒錯 沒錯 希望你們明天上台的時候 都能保持平常水 乾杯給Nana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千娜 Nana將 恭喜你得到了金總獎 謝謝你 謝謝你 一直希望我得 當天 因為我除了看電影之後 我馬上又緊接著 有兩堂舞蹈課要去上 然後很多大家傳給我住 我都一直沒辦法回住大家 然後當我上完課 我收到第一封簡訊是 陳毅跟王川毅 他們要約我一起去慶功 我就說我真的很累 因為我上了兩堂就非常累 我會跟你約你一天這樣 他們就說 好啊 對啊 我沒有要跟你走 沒有啊 我們以為是跟陳毅跟瑞琦姐一起走 然後他一個人就這樣 不然會一起 不是 現在只是想說 到時候紅地毯 發現千娜沒有跟我們講 不用太壓抑 沒關係 大家 馬可 佩玲 許總紅彩 以上是希望大家明天能夠 一起幫他們加油的馬可 報道 當天入圍呢 收到非常多好朋友的祝福簡訊 但是我覺得裡面有一個 非常非常特別 我一定要公諸於世 我相信他本人應該不介意啦 就是黃燈輝 他唱了一個新花開版本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唱歌 我不曉得他唱歌是這個樣子 你們大家想聽嗎 來囉 由我講 要拿獎喔 要拿獎 然後拿獎來給我拍照 拿獎給他拍照